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乾隆皇帝一生有名有姓的飞瓶 共有41位 至于史料没有记载的 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公元1775年 乾隆65岁时纪 纯非汪氏为他诞下了一个女儿 乾隆很是高兴 对这个女儿也格外看重 不仅说过 如果他是皇子就立他为储君的话 还破格赐封他为嫡女 才能享有的顾伦公主名号 也就是顾伦和孝公主 公元1789年 顾伦和孝公主下嫁给和珅的长子 封申英德 其嫁妆之多超过当时的另一位和家公主十倍 然而乾隆没有想到的是 公元1799年 他去世后不过十来天 嘉庆便以二十条大罪将和珅下狱 并赐他家中自尽 那个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布伦和孝公主 就这样失去了父亲 又失去了安稳的家庭 和珅死后 家产全数被超没 封申英德 虽然因顾伦和孝公主的求情逃过一死 但他们却从此一无所有了 公元1806年 嘉庆名义上提拔封申英德 实际上将他流放到边疆作官 就此与公主分开 但此时的他早已百病缠身 公元1810年 他死在了回经养病的途中 年仅三十六岁 悲痛欲绝的顾伦和孝公主 从此过上了凄凉孤独的生活 他的余生再也不可能快乐 公元1823年 四十九岁的公主去世 他终于走完了自己 悲喜交加的人生之路 中国古代 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 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归房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兴趣的朋友